你好,欢迎收看5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今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冠肺炎的确诊案例 花莲确诊了382例 而卫生局长朱家祥指出,由于目前的确诊病例相当多 并且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归纳了相关的收治确诊者条件 呼吁确诊者病变后,建议直接就医 而目前也显示医疗院所面临量能非常大 人力相当紧绷 花莲6号的确诊人数为382例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以及教育处长翁淑敏 进行了相关疫情的说明 并且对于确诊者的医疗收治原则进行相关的说明 如果说80岁以上,怀疑36周的确诊者一例住院 70到79岁的话,他是一个无症状或轻症的 然后他去住假象满的防疫旅馆 记得这就是无症状跟轻症 那只要你有中重症的症状的话 基本上都一定要住院,不可能让你增加 但是65到69岁的独居长者的话 也希望在我们的家下满的防疫旅馆 那是怀疑35周以内的等等 或是你虽然说没有住院的需求 但是你的家里面不符合居家照顾的条件 也是住在我们的家下满的防疫旅馆 那只要69岁以下无症状或轻症的 基本上都是做居家照顾 那对于小孩子来讲也是,三个月以内小孩发烧 基本上我认为一定要住院 那三个月到十二岁,十二个月大 就是到一岁的孩子,如果发烧在39度以上 会倒汗,会发抖,发冷 那这种情况下还是要住院 那经过一次评估,我觉得还是有住院的必要 那一岁以上的孩子只是无症状或轻症 或者他只是发烧,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可以做居家照顾 卫生局长朱家祥指出 花莲县目前发出的快塞剂有28,420剂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好,二岁以上 夫妻